足哥说电影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美国的科幻片《一种》 影片一开场介绍说 人类这个物种吃饱喝足之后最喜欢的就是做梦事 想着地球之外肯定还有其他的文明 于是便不断地给别的星球发型号 功夫不负有心人 外星生物终于被地球人的执着打动 不仅回了信息 而且还把他们的基因组成方式发给了地球人 而地球人利用这次机会 将外星人的基因和人类的基因进行了结合 企图制造出一种具有超能力的物种 负责这项研究的是博士王的白 这个被创造出来的物种名叫冲花 表面上跟人类长得是一幕一样 不过由于年龄小还没有长开 现在看上去姿色一般 也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政府有关部门突然决定要放弃这项实验 让王的白赶快把冲花给干掉 王的白虽然舍不得 但想了想还是饭碗重要 于是便让人往冲花住的玻璃房子里面灌毒气 冲花一看这是打算让自己领盒饭的 顿时吓得是花枝断颤 急忙看向创造他的王的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冲花就像自己的闺女 王的白心里能不难受 看着冲花可怜巴巴的样子 这王的白的心都碎了 马上就滴下了一颗滚烫的眼泪 然后头也不黑的就走了 原本想着冲花在毒气的作用下 很快就能嗝皮 可没想到冲花居然是百度不侵的 打碎玻璃直接就从实验室里逃了出去 这个有超能力的小压道骗子速度惊人的 很快就跳上了一辆火车 然后烧带脚还让一个 想占得便宜的流浪汉里的喝派 虽然王的白这边出动了大批的人马 但依然没能找到冲花 转过天 机场碌碌的冲花乘着货运火车来到了一小站 本来想偷点吃的 但不幸被发现 冲花偷了一个提包之后 急忙上了另外一辆火车 要说这外星生物的学习能力就是强 刚从实验室出来 就学会了偷东西和转车 货运火车上那位流浪汉的尸体 很快就被王的白发现 并且还在流浪汉的身上 发现了冲花的DNA 为了尽快找到冲花 王的白雇佣了几位高人 他们分别是职业杀手铁锤 具有超感应特异功能的酱油盒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专家川柱 和分子生物学家东美 王的白首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研发冲花的经过 至于为什么要终止这项实验 王的白说的也很笼统 大致意思是 因为冲花出现了一些 令人不安的反常表现 现在王的白的目的很明确 找到冲花并且马上干掉 到了晚上 冲花开始脱胎换骨变业了 好事的乘务员大姐 一不留神就被冲花给上了 当火车行驶到洛杉矶的时候 冲花已经蜕变成一位 肤白冒白大长嘴的模特 并且抢走了乘务员大姐的 制服和随身物品 这其中包括身份证和信用卡等等 为了充分体现女主角身材上的优势 冲花花钱买下了一套裙子 裙子虽然很漂亮 但也比不上那个风骚的药包 愉快的烧饼之后 冲花吓他在了一家汽车酒店 为了搞清楚冲花的弱点 知己知彼百战不带 王大白等人打算利用外星生物的DNA 再创造一个类似于冲花的互动 可没成想进行到一半出岔子了 铁锤和冬梅进入实验室 准备解决掉这个麻烦 可由于毛手毛脚反而惹来了更大的麻烦 眼瞅着外星生物迅速膨胀 王大白出于安全的考虑 打算一把火把铁锤和冬梅 以及外星生物全给烧了 其他几个人一看客不干 强行把门给打开了 为了尽快找到男人繁殖下一代 冲花根据旅店老板的指引 来到了一家夜组会 本来冲花跟一大哥聊得好好的 这时候龙套姐突然窜出来 搅了冲花的好事 冲花尾随着龙套姐来到卫生间 气里咔嚓就把龙套姐给杀了 冲花用乘务员大姐的信用卡刷卡之后 马上就被王大白发现了 一帮人开着车赶到旅店 看到了监控上的冲花 根据店老板的指引 王大白等人去车来到了夜组会 冲花干掉龙套姐之后 很快就跟炮灰哥打得火热 当王大白等人赶到夜组会 发现冲花和炮灰哥刚走不久 把冲花带回自己家之后 炮灰哥马上就洗了澡 本来是周瑜打黄盖 一个怨打一个怨挨的事 可就在这个时候 冲花突然改主意 那炮灰哥能打赢 冲花一看炮灰哥生气了 于是就把炮灰哥给伤了 当王大白等人通过夜组会的服务生 得知了炮灰哥家的住址之后 便马不停蹄地赶了过去 只可惜狗脸突然一步 冲花已经仨子了了 专家东梅认为 冲花改主意这件事里面一定无贸易 果不其然 大家伙很快就发现 这个炮灰哥有严重的烫焦瓶 哎呀 原来冲花改主意也是为了忧生忧郁的 冲花开着炮灰哥的宝马车 正在街上下悬磨的时候 汽车因为没油彻底趴窝了 冲花只好下车往前下溜的 就在这个时候 一辆汽车汽车来 把冲花给装翻了 肇事司机逃逸 路过的客串大哥 把冲花送进了医院 并且还垫付了医疗费 冲花在接受治疗的时候 已经骨折的肩胛骨 神奇万能自我修复了 把医生惊得是目瞪口呆 冲花开的宝马车 很快被警察发现了 王德白等人赶到现场 得知这里刚刚出了一场车祸 而冲花不治而遇的消息 也很快传到了 王德白等人的耳朵里 酱油哥通过超感应 得知了冲花离开的方向 铁锤和东梅来到医院 通过客串大哥的信用卡 找到了其住址 此时的冲花正准备 通过客串大哥进行繁殖 但由于铁锤和东梅的 及时感到坏了冲花的好事 冲花一怒之下 把客串大哥给杀了 恩将仇报毫无人性了 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冲花 王德白等人只好先回酒店了 冲花从客串大哥家 跑出来之后 把开着车的吃瓜姐给绑架 并且还在吃瓜姐家住了一晚上 为了摆脱王德白等人的纠缠 冲花想出了一条妙计 他首先把王德白等人引了出来 然后在双方追逐的过程中 他故意把车开到了山坡下来 可怜的吃瓜姐 就这么成了冲花的鸡翠羊 这王德白看上去老梦深算 其实也是一脑子降糊 不管别人怎么质疑 很轻易的就相信冲花肯定是死了 王德白说一切都结束了 大家都早点洗一睡 为了便于行动 冲花剪短了头发 而且还染色 马上就要分开了 大家伙在一起把酒言欢 聊得是不亦乐乎 铁锤和东梅市郎有情妹有义 两人回到屋里就开始闷着蜜了 冲花在门外边偷听了一会儿 觉得不过眼 又偷偷的摸进了隔壁拴住的房间 哈佛大学的人类学专家拴住 一晚上也没聊到没 这心里甭提着郁闷 这哥们刚走进房间 突然看到一个漂亮的大姑娘 正在屋里鬼鬼祟祟 冲花随即应变 马上冲拴住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并且很快就达到了繁殖的目的 他的这个行为 很快就被酱油哥感应到了 酱油哥找到铁锤 说冲花这会儿就在拴住的屋子里 当铁锤破门而入的时候 已经变异的冲花 蹭了一下窜出去 而拴住也已经嗝的屁了 虽然这帮人有专业的武器 但毕竟是凡夫俗子 无论是战斗力还是反应速度 跟外星生物根本就没法比 要说这些人里边外星生物最恨谁 那必须是王的白 这王的白毕竟岁数大 老眼昏花 一不留神就被外星生物给杀了 铁锤东梅和酱油哥 一路追到一个 有一池子石油的扇动里 很快就发现了 刚生出来的外星孩子 酱油哥干掉小外星生物之后 大外星生物刺着牙窜了出来 铁锤上去砰砰几枪 外星生物就掉进了石油池子里 这外星生物不甘心的 临死前想把酱油哥 拉下去当个电背 幸亏铁锤出手入电 外星生物才算彻底里面砸坏了 三个人前脚刚离开扇动 吃了外星生物触角的杰瑞就变了硬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经 吃饱撑的没事干 专给社会来添乱 水平不行还下稿 你说混蛋不混蛋